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在纽约州现在基本上已经入院的人数 死亡人数已经是低下来了 但是还是一样 纽约昨天死亡人数超过700多人 目前其他州现在也是发生很多的问题 不过现在目前很多加州还有纽约州的居民现在还是很谨慎 像纽约州在昨天已经州长Kumo已经宣布从三天之后 也是在礼拜六之后 全个纽约州居民都要戴口罩了 口罩令已经开始生效了 但是大家现在还是比较关心一点 就是经济方面的问题 在Washington Post今天也是登出来 现在目前 很多民众正在等着1200块钱这个纾困资金 但是现在出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很多民众是透过第三方来报税的 包括HR Block 还有Tuber Tax 没有自己直接报税 而经过第三方的电脑软体 报去的话 因为第三方他没有将你银行的资料直接给国税局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 很多民众都可能出现 没办法拿到 尽快拿到1200块钱这方面的资金 所以针对自己什么时候拿到这个钱的话 可以不妨上网去到国税局的网站 IRS网站里面去 update一下你的银行存款的这方面的资料 这样子可以银行马上可以将你的钱直接存到你的账户里面去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争议很大的 虽然4月3号 Trump的话已经宣布我自己不用签字 我不会签字 但是的话财务部的话印支票的 他还是将他的名字 Donald Trump印在里面去 所以这部分的话耽误了几天的时间 但是最早的话要5月份 这些支票才能送出来 要尽快拿到这个钱的话 最好是到国税局网站 rs.gov里面去做个update 还可以跟踪你的钱什么时候进你的账户里面去 当然这个USA Today里面的话 这个也是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现在知道很多人都是希望能够拿到1200块钱 来度过日子付房租买食品 但是现在也是在care法案通过的时候 他特别说这个钱不用抵税 不用交税 也不用付政府的税 同样的也不需要来支学生的贷款 寄付学生贷款 但是的话现在很多收债公司服事单单 一旦只有钱的话赶紧将这钱拿走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也引起很多民众的不满 当然现在在South Dakota 这个有一家可以说是meat company 这个肉类的加工厂叫Smithfield 很大的一家公司 供应全美国5%的肉类产品猪肉 他现在已经有近500人确诊了 占整个州的一半的人数 其中一个工人已经死亡 这种情形之下 South Dakota已经将这个工厂关闭了 大家很担心 因为现在我们每天看的新闻的话 两个新闻 一方面的话很多farmer农场的 因为没有人工人去帮忙收割 以后没有办法收成 所以很多大批农作物 以后可能是浪费掉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商加工厂 里面出现一大堆的问题 所以大家又有警方 并且你看到的话 从Saint Antonio 德州的到任何一个地方的话 这个Food Bank 就是免费给民众提供的食物 银行 这种慈善机构所提供的食品的话 都是排场上班的排队 车喝水马 所以也是单纯 将来这食品店会不受益 当然在昨天的白宫记者会 农业部的部长一再表示的话 就是说以前我们这个农场 还有这个食品加工厂 他们都是供应餐馆 所以现在餐馆不做生意了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调整 我们有足够的粮食 可以来抗议 所以大家不要警方 所以的话现在我们 但是民众还是一样担心 因为现在这个加工公司 Tyson也是一样 另外一家的话也受了影响 所以大家都比较担心一点 在劳工部今天已经公布一个数字 他说在过去一个星期 又有的话五百两二十万人 申请事业救济 这样子总数加起来的话 在过去一个月已经超过了两千两百万人申请事业救济 我们讲这些人的话是向政府报过税的 这些的话 从2009年开始 美国军制一直在扶苏 在过去十一年已经增加的就业机会是两千一百万 没想到的话在过去四个星期 这些新增加的就业机会的话 马上的话已经是失业人数远超 已经开始超越了过去十一年所累积起来的 所以现在比较 特朗普比较紧张一点 我们现在的经济 拼经济要选举的话 他已经知道非常困难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困难的话 是给很多五百人以下的小额相加 在昨天晚上星期三晚上的时候 SBA已经是发表声明 原来Care法案所提供的三千四百九十亿的贷款 给这个PPP这个program的钱全部已经发完了 我相信有很多乡家包括我们律师楼在内的 都没有这个批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将来很多 现在这个很多乡家还要继续说 那我们不公平啊 现在我们生意也还要维持 那我们要解雇 政府不希望这样子造成更多失业人数 这种情形之下 国会又提出一个方案 再增加两千五百亿 这是共和党所提出来的 来补助这PPP program 但是这个民主党提出的方案的话 除了这个两千五百亿之外 他追加了一千亿给这些民众 这个给医院 以后另外一千五百亿要追加给地方政府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地方政府是靠税收来的 现在税收的话房地产税之外 还有出现了很多是销售税 这部分现在很多企业都没有经营 政府的税收也会减少 所以他说我们要追加另外的三千五百亿 除了另外的两千五百亿之外的话 一共六千亿的方案要给国会 但是共和党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子乱花钱 所以过去两个星期 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国会里边的话 一直喊不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昨天特朗普总统 川普已经开骂了 说Nancy Pelosi 民主党怎么刁难 当然的话 现在民主党的州长 我们说24个州是民主党的州长的 像纽约州还有加州 这两个州都是属于大州 这个如果是加州单独来算 它的GPA的话 如果是它一个国家的话 是排名全球第五名 纽约是第十一名 所以经济能力就业人数非常多 以后GPA的话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经济大州 所以他们也是向总统发难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 将来要复苏的话 不单止要应付国际的经济 金融危机 另外还要应付州 还有一般的两党之争 当然这个在上个礼拜 川普已经宣布 我要成立一个经济小组 来怎么样子reopening American 要重新打开美国的经济 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他找了两百多个企业家 他这次的话不像这个新冠病毒工作小组一样 他是没有见面 都是偷个电话 特朗普的话参加了两次 四次电话会议 但是的话有很多总裁的 他都不知道自己被邀请进去的 有很多总裁的根本没有参加 有一些的话就是说这个没有到 但是的话大家这个工作小组的话 大家会担心的最大的 concern的话 现在美国的检测能力不足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来检测 一方面要确诊的病人得到治疗之外 另外一方面的话 哪些人可以回去上班的 这些人的话他们自己的抗体有没有 所以抗体的检测还没有推广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这些企业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要服务工 但是万一员工发生什么事情 万一我的生意的员工传染给其他人 那对我来说将来被告 那政府不会替我买单 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谨慎 他们一再建议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想服务工 每个人都想工作 但是问题是这个如果没有检测 没有过滤好的话 到时候我们责任更大 会引起更多的传染 所以目前的话 这个工作小组是经济重启的 工作小组已经开始启动 但是从目前来说 很多企业家还是担心 这个还是将员工 还是客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当然这个Western Journal 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也讲了 有一篇文章说 中国的在4月1号开始 会出口到美国的PPP 这个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PPP这方面的话 这个口罩 还有这个保护措施的话 出口的话受了很多的限制 在这个部分 其实在中国一直的话是用这口罩外交 一大步将很多口罩的话输往受灾的地区 来建立好的关系 但是的话在法国还有欧洲很多地方发现口罩的话 就没有符合这个质量 所以影响了中国口罩的形象 这种情形之下 中国也对出口这方面的话 从而开始来管理 这方面美国的国务卿蓬佩 也是发电给杨洁篪 中国的外交部长 以后国务委员 他说我们现在也需要这部分 所以Wall Street里边 他说发现40%的PPE的话 现在都是来自中国 但是的话有很多元件 包括呼吸器的一些重要的元件 都是在中国生产 如果是送不到来美国的话 美国在工厂的话 就缺那几个零件 有可能的没办法生产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引起了这方面 中国的出口限制 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复苏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了 当然这个纽约州 这个人口 这个人数 在住院的已经下降 但是加州这部分的话 还是有上升 其他美国的部分的话 已经开始 现在很多州已经表示的话 特朗普昨天说 目前已经有很多州 可能提前在5月1号 可以恢复经济 但是这个部分是比较 非常乐观的看法 但是很多医学界的人士 认为这样子做的话 风险太大 因为检测还没有进行推广的 当然在加州的方面 加州州长 Nielsen 他昨天也是宣布了 这个三项行动 第一项里边的话 就是无证移民 我们知道现在 加州大概有很多的家庭 都是没有身份的 非法移民非常多 这种情形之下 加州其实跟纽约州 是保护非法移民 可以说最宽容的一个 并且保护措施最多的一个州 现在加州的话 再推出了州长 他说联邦政府 补补助这些无证移民 因为1200块钱 他拿不到 失业救济金 他可能拿不到 你必须要是合法身份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里边的话 但是现在目前 我们加州的农场 有大概有15万人 很多清洁工人 都是可能没有身份的 这些民众 这些家庭受的很大的影响 我们应该帮助他 所以州政府 他决定自己拿出了 7000多万元 再加上民间筹备了5000多万人 一共筹了1亿2500万元 准备拿出来 要向这些没有身份的家庭 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 估计下来里边的话 15万人会收费 其中的话 一个人的话 他可以拿到500块钱 一个家庭可以拿到1000块钱 下个月开启 州政府会推出规定 哪种家庭可以得到 要怎么情况之下 可以申请 现在州政府 已经有这方面的预算了 第二个方案里边的话 他提出来的话 就是要给Uber Driver 还有Lift这些零工的 在加州通过了AB5号之后 他现在已经是 很多人已经申请州的证据 所以很多Uber司机也申请了 UI Unemployment Insurance 这部分实业救济基金的部分 当然的话 第三个方案的话 现在也是会引起争议的 也是跟Uber这些零工有相关系的 我们知道如果你是民众 普通民众可以拿到1200 如果你是失业了 以后老板帮你付个税的 因为你交了失业保费 以后你可以申请到 但是对很多 比如说1099 这个合约箱 share employee自己的做老板的 这些人士来说 或者是自己老板的 餐馆老板 自己生意关掉 员工可以申请 但是老板有什么福利呢 有没有办法能够渡过难关呢 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政府在Care计划里边 联邦政府提供了这个叫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t 减轻UPA UPA这个部分的经费的话 是由Department of Labor 劳工部来负责的 以后这个部分 加州上个星期 已经是跟联邦的劳工部 签署合同了 以后但是的话 我们以为这个星期 可以开始进行的 我今天上了EDD的网站里边 去的PUA 还没有正式开放 州长所讲的 在4月27号 这个应该可以开放了 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是开放了 对很多T99的 或者自己做生意的 小本生意的 这个部分 如果是不符合PPP 或者没有申请到PPP的话 不妨可以尝试申请这个PUA 所以这个部分州长的话 也是在宣布 在27号左右 加州政府可以推动 退出 通过Care法案所给的 这部分的补助了 当然 现在争议是影响最大的一个的话 不管是这个Fox News 还就是MSNBC 还是昨天的记者会上面 白宫记者会上面 都提到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病毒来源 怎么来的 在14号华尔街 就是星期二的时候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在Global View Global Opinion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的话 不是新闻报道 而是说 环球评论 环球观察 这个栏目里面 登出的一个 Colonist Colonist的话 在一般看起来的话 他是一个专栏作家 专栏作者 所以他在观点这部分 不是新闻部分 发表的一篇文章 他就是说 指出新冠病毒 来自武汉的实验室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作者 我查了一下子 叫Josh Rogan Josh Rogan的话 他以前在CNN做过 现在其实也是 Washington Post的话 报道国家安全的 这个记者 所以跟美国 这个政府的 尤其是国安系统 的报道 他是非常紧密的 所以他的报道 他就说 在2018年 武汉的 驻武汉的 梅林馆的 总领事 名字叫 Jameson Fossey Jameson Fossey的话 带到了科技卫生的 这个参战 叫做Rick Sourger Rick Sourger 这两个人 带了一个美国的参观团 以后到了 武汉病毒研究所 去参观访问了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话 是2015年 这个获得了 这个P4的认证 其实之前的话 他跟美国很多大学 有合作 所以在2015年 但是的话 2015年 尤其是之后的话 他还是跟 德州大学里边 有一个合作计划 以后 后来 他们这团的话 参观之后 在1月19号 在外交 电报 就是美国领事馆 发给 发回 Washerland D.C. 总部的 因为他不想 让这个资料透露 所以他一般 外交的话 他们都会 透过 cable 可以说 是电报的方式 它上面写 sensitive but not classified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敏感的 但是还不算绝密的文件 里面 有两个电报 其中第一 这个19号的电报 上面 提出了两点 他第一 他对 这个研究中心的所长 石正利 这个 对研究 蝙蝠这方面的话 有些 major concern 有concern的话 就是很担忧 担忧的话 他的安全管理 有问题 以后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他就说 所以他们参观完之后 他已经 对这个 tapiness procedure 管理 这方面有问题 这时候 他同样的 提出了一个 我要求我们美国 这个相干的机构 来帮忙 来解决 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的话 这个 因为 中国是 跟美国 学了很多 这个病毒的方面 从 这个 石正利的报道 可以看得出 他曾经留学过 美国 以后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 他就是说 已经有concern过 所以基本上的话 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们的管理出问题 而导致这个病毒的传染 当然 这个 特朗普 每天都喜欢看 这个Fox News 里面 他的有不断的报道 就是说 报道这篇文章 当然查证很重要 我自己 这个学过新闻 知道 在目前的话 一定要知道 硕是什么来的 采访的人是什么 以后他们有没有查证 这方面 过伦比亚大学有一个新闻评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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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杂志 他们就针对这个 这个报道的话 这个 做了一个评论 他认为 他所做的 他里面报道 是可信的 当然这个Fox News 在John Roberts的记者会上面 就是说 就直接问 问Trump 你跟习近平通话的时候 有没有提及到 这个病毒的来源 是不是武汉病毒研究所 所传言出来的 当然Trump的话 他没有否认 他就是说 我们会继续去 调查 当然这个新闻里面的话 也引起 这个报道里面 他 Josh 能够拿到 这个电报的 第一份电报的 里面的内容 他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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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构里面的话 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现在他基本上都说 研究所并不是说 因为了研究生化技术 来 来进行作为武器 而是说 他们要 证实中国的能力 是要赶超美国 而证实的话 我在深化研究 在病毒研究方面 达到世界标准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武汉病毒研究所 在想办法来研究这方面的病毒 当年的话他里面文章的话也讲到中国为什么要研究这方面 当然这个文章加上Fox的炒作 大家都官方的采访了这些参谋总长 参谋总长的说 我们认为这个部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是我们有间接的证据显示出来的话 因病毒应该是来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的 所以当然这个涉入的 谁涉入的 有没有 以后这部分的话的责任很大 在Arkansas的参议员一贯是批评中国这方面的参议员 也是在参议院担任情报委员会的委员的 这叫Tom Cotton 他在Fox News里面 他已经表示说 我们现在的话要 如果是这个事实是确认的话 是这个病毒实验室所传发出来的话 我现在在国会里面要搜罚 让允许美国的民众在美国的法院的话 开放对中国的起诉 当然这个牵扯的诉讼 这是我们的专长 在诉讼这方面的话 如果是真的是我们假定了 好了 Tom Cotton讲的是 是对的 如果是真的要推动 要立法的话 他有可能会将目前的话 叫做 Foreign Sovereignty Immunity Act这部分 你不能够任何一个民众提出一个 这个诉讼告外国政府 在美国法院里边的话 你要有很大的 很难 不过来说 就是因为其中这个法案的话 就是说你不能够随便去告外国的首相 外国的总领导 以后这样子的话 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如果是他真的是改革的话 允许允许美国的受害家庭 在美国法院来告的话 他可以立法 也可以透过允许 所谓的long arm 藏背法案 我们经常说很多 为什么美国有能力 将外国中南美洲的 这总统抓到美国来 Norriga这些人里边的话 也会起诉他们 就是透过这个long arm 因为我们你的这个毒品 从里面国家进到了我们美国国土 影响了我们美国的民众的生活 这种long arm法律的话 是在美国是认可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案子 虽然我们可以常常最近看的话 美国起诉了四个中国的情报人员 因为他嗨在美国的电脑去 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经过美国 美国为什么有理由说我要起诉你 就是透过这种long arm 常备的法案条款里边 就是说我们虽然你在海外工作 但是的话你影响到我们的生意了 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反腐败的这个法案 虽然的话你在德国的人 新加坡的人跟中国做生意 以后的话贿赂的方法拿到合同了 那他们来进了美国的时候被抓起来 为什么的话 就是因为这些人的话不公平竞争 我美国的话按照我不送礼 不招待任何东西 但是的话我拿不到合同 其他人的话利用利书送拿到合同 不公平竞争嘛 他同样可以将这些人的话 拉到美国法庭来起诉 行事起诉 民事起诉 当然的话这种的话情形 如果是法律应改了之后 会有两方面 就是第一方面里边的话 是什么样的责任 以后如果是严重疏忽 如果是真的是说武汉病毒的话 有严重的疏忽 所谓的严重疏忽 往往是有两项以上违反政府的规定 好像你批复研究所的话 谁能够进去的 以后一定的标准 进去之后的防范措施是什么样子 以后这些东西里边 如果是没有符合国际的标准 或者是没有符合政府的标准 违规了 那基本上呢 因为武汉研究所的话 是属于国家的机构 那基本上呢 他可以行事起诉你相关的人事 但是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说有一定的 还没有这个刻意去的 这种的话叫necrogen 疏忽行为里边 这个部分的话 就允许民众来告了 而告的是告谁呢 当然是告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是其中一个的话 但是的话我们刚才讲到 如果除非政府改了 这个sovereignty自主权 这方面的法规 但是的话将告 新冠病毒的相关案子 延新到允用了 允许允用long arm 常备这个法案的话 那将来的话 也可能会出现的话 很多民众告中国政府 但是告了之后 出现很大的问题 是怎么拿钱 告赢了 但是的话 钱怎么拿 所以这也是出现问题 所以但是如果是 像Ross Rogan所讲的 一个是真实的话 你可以从里面的电报里面 可以看得出 你有两个分顺 希望美国的相关机构 能够帮助他 然后将这方面的问题解决 这个就是对美国政府 也没有好处 美国公民的话 为什么 有些像我们一样的律师 看到哪里可告的 一定会告 以后看到哪有保险的 一定会告有保险的 以后这个叫做deep pocket 就是说谁有钱谁告谁 如果我告进去 拿不到钱的话 等于白告 所以很多时候 美国政府 你已经被告知 这个研究所有问题 但是的话 你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来帮助 所以这个的话 是不是美国政府有疏忽呢 如果真的是要告的话 我相信很多律师 愿意告美国政府 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话 你已经知道有问题了 你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后 并且更重要一点的话 美国政府的话 是有钱的 是可以拿到的 因为告赢了之后 以后我不需要到中国去要钱了 以后我在美国 就可以告政府的 像我们现在很多官司 都是告政府的 警察开枪打死人 警察的设计 道路设计有问题 路灯没有修好 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经常告政府 但是的话 因为我们告的话 就是说 因为政府是有钱的 以后有了钱 可以拿到赔偿了 以后更容易 取证更容易 所以这种的话 我相信 如果真的要告下去的话 这个当然中国会受影响 美国政府也会受影响的 到头来 最重要的一个 怎么证实的话 我相信最重要的一个证人 就是WHO了 WHO里边的话 世界贸易处置里边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这个证人里边 我们可以看得出 你疏忽是不是 你的作业里边有疏忽 另外一个的话 你在知道事情之后的话 这个哪一方 有没有try to cover up 有没有掩盖 是中方真的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知道会传染 而故意让别人知道 而不会传染吗 这个有没有 这个最重要一个 就是靠专家了 所以这种情形 我相信的话 输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还是双方面对一个 怎么样是正在 怎么样子来对抗 共同的敌人 就是Coronavirus了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 邓宏说新闻 我们明天再会